犯下杀人未遂罪脱逃的简性男子 最新画面曝光了 在19号下午 他在基隆西定路的某一间超商 偷饮料 衣服看起来是一样的 蓝色格子衬衫再加上白T恤 但是脸上多了黑框眼镜还有口罩 接着他在同一天19号搭上公车 往新北市瑞芳还有基隆八斗子的方向 因此目前研判 他的人应该是还在这个地方来活动 由于这名男子恐怕具有攻击性 因此教育局在昨天已经宣布 基隆校园暂停对外开放 并且贴出这名简性男子的照片 希望师生们提高警觉 脱逃犯最新画面曝光 19号下午来到基隆西定路某超商偷饮料 开了冰箱门拿了饮料后藏进衬衫里 而仔细一看 他穿着同一件蓝色格子衬衫白上衣 但多加了口罩和黑框眼镜试图伪装 透过监视器持续追查 发现他在同日已搭上公车离开基隆市区 他所在的医疗机构离开了以后是步行 那么沿着我们基隆的相关的路径 就到达了爱事路 然后经过我们扩大的吊带访查 他应该是搭了某一线的公车 犯下杀人未遂遭监护处分的检性受刑人 逃脱路线再更新 10日号上午逃出医院后 一路步行逃往基隆火车站 基隆庙口夜市一带 当日下午发现他在超商偷饮料 接着在一一路搭上公车逃往新北瑞芳 基隆八斗子 由于检性男子恐怕具有攻击性 民众仍要提高警觉 虽然根据医院的评估 他目前应该没有暴力倾向 也没有相关的正向的精神症状 所以可能不用过度恐慌 虽然目前警方掌握逃往八斗子 瑞芳一旦 但就怕再更改路线 基隆市府交易局在20号宣布 基隆上人暂停对外开放 不过还是让不少家长忧心忡忡 而检警持续发布通气扩大搜索 要犯嫌尽速归案 据得蔡志恒 基隆报道